HELLO 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詹姆熊熊哥 這一集的熊哥撞球教室 再來打一下Nightball 好 先開球 Nightball硬 那久久測試的話 這個Nightball硬還是一樣撿起來 不知道怎麼開球爆發力那麼好 好 一樣第一顆球自由球 那這個球型我們來看一下 4號球沒辦法進這個底袋 也就是2座3是小關鍵 3座4是最大關鍵 因為4號球我們希望能夠做這個中袋 基本上4號球做到的話 後面就OK了 好 所以我們這個球 可以做成直球 然後直直拉桿 拉桿 然後控制二分法 我這個拉太多了 變成要用架桿器 這個就不夠小心 好 用架桿器 控制在這個地方 二分法 過發球線 太多了 好 那 那 這種東西就是不要怕 好 只要有袋口可以進攻的話 都可以來修正 那這個修正兩個方式 第一個是打進之後母球下第一竿 非常旋轉來這裡 那另外一個是打底袋 那看這個球是打底袋比較簡單 打底袋母球跑這裡 來這裡 好 這比較簡單一點 這球可以打中袋 下反賽 也可以打底袋順推 那年紀大 打底袋 怕比較遠 打中袋 下一個非常旋轉的右塞 好 那這球很簡單 這球往這裡跑 也可以往這裡跑 都可以 那一般來講建議往這邊跑 因為往這邊跑的話 你這個球 如果過頭的話 可以 過來 那如果直球點一下 那如果在這邊的話 還可以拉 所以跑這一邊 它可以做七號球的 這個面向比較多 那跑這邊的話 你萬一沒跑好的話 會有八號球 所以這個球要下右塞來這裡 這個球就打很差 非常的差 心不夠勁 打非常差 這球 AK點沒有弄好 這球非常簡單 我剛剛那個A點太用力了 然後它變成碰到這個五號球 它的旋轉度沒有出來 然後手又太硬 又跑得不夠順 所以變成跑到 我剛剛講的 最不理想的位置 那但是不用怕 我們還是要解決 下順桿 閃過八號 那變成七號球 會坐得比較遠 好 那這個八號球來講的話 我們如果要走N字形 危險會期待 所以打推桿走三顆星 力量大了 今天怎麼搞的 心進不下來 那這個中長距離八號球 心就要靜下來 簡單一顆心 好 九號球 好 今天這一局的九號球 母球走位走得非常差 不過後面都有修正 那雖然心沒有靜下來 這個出竿 出的A點都有點僵硬 導致於很多球走位走得非常差 但是九號球 我突然想到一句話 那時候拍逆轉勝的時候 跟那個孔島 那時候我們兩個各想了一句詞 他想了第一段話 他說 求開百路 叫我想第二句話 後來我想了第二句話 我們當作台詞 不過很可惜 後來這一個台詞 沒有用在逆轉勝的電影裡 就是求開百路 那我回應叫做進退萬步 因為他那時候是講說 他說熊哥 你可以不想一個後面一句話 來呼應他前面的話 就是撞球好比人生 那不逆轉勝是把撞球跟人生做結合 那就講說我們每次開球下去 或者中間在吃球的時候 就好像我們開局之後 他有很多種路 球開百路 那我就接應叫做進退萬步 就好像人生一樣 就好像我們打九號球 進攻碰到問題的時候 我們可以轉個彎 選擇其他的帶口 其他路線 來修正剛剛上一顆球的失誤 那能夠順利把它清台最重要 那如果不能清台 就好像要防守一樣走safe 就好像人生碰到一些困難的時候 如果不如意 我們就要靜下來 就是靜跟退 就好像我們打撞球一樣 我想人生也是靜跟退 我們可以去想 我們下一步要怎麼走 那碰到困難怎麼樣去解決 包括你我 都一定有碰到困難 像現在這種情況 疫情比較嚴重 球場沒辦法開 那每個人都有 家家藍本年藍念的經 那怎麼樣去讓面對困難 怎麼樣來去解決後面 我想這就是每個人 打撞球也好 也是我們生活 也是我們人生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好 這一集的熊哥撞球 就是九號球 打的2266 李李六六 希望各位可以接受 好 球開百路 進退萬步 疫情 大家加油 開百路 中文字幕——YK